就是一直交水一直交水 我每个月不断的提醒大家 不断的提醒大家 看能不能就是长成生理 一大片生理 哇那我们就成功了 所以就是说我在讲 就是不断的讲这个利他 或是帮助他人的概念是 因为我在 我自己在修为当中 不断的在练习 但就是我心目还是会有 就是比方说 执念 然后我执心 虚荣心 想赚更多的钱 不断的会跑出来 但我知道这些都是 就是一种心目 我是已经是觉悟到这些都是 所以就是会减少一点 减少一点减少一点 不要说这辈子会成佛或什么 只是说我的心 便得会越来越乐观 越来越容易放下 越来越平静 越来越发很大的心 慈悲心 更大的勇气 想帮助更多的人 希望就是这样成长 不断的成长 不断的成长 勇气越来越加 游气越来越加 然后不断的去分享善的知识 是觉得这辈子要做的一个任务 但就是说要有更大的勇气 就是继续做 不断的做 不断的做 每天做 每时每刻都做 每个月都闯 有一种人当他们融入别人时 是需要以无平身上的棱角为代价的 比起孤独 更令人不堪忍受的 是弄丢了自己 与其互为人间 不如自成宇宙 为什么以前很样好的人 慢慢就不联系了 成年人的告别仪式都是悄无声息的 他没有回你最后一条 你也很默契的不会再发 就这样消失在彼此的生活里 那还能回到从前吗 无论最后生疏成什么样子 曾经对他的好都是真的 提起生命里的无可取代 依然会想起他的名字 只是时隔今年 你有你的清欢度 他也有他的不归路 圈子不同就无必 心想事成健康达官静观静心疑心 吧 我心想事成健康达官人 我心想事成健康达官员 我心想事成健康达官员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